大家好,我是阿柴 我之前发过一个视频 是关于苹果电脑 安装了目前最新的操作系统 最新的版本BIXOR之后 发现严重卡顿 我在那个视频里发现的原因是 和USB有线鼠标有关 当我用触控板的时候 滑动下面的程序物很流畅 但如果接上有线鼠标之后 就会卡顿 这个问题要等待苹果官方修复 不过我喜欢折腾 我又找到了一个方法 看看它为什么会卡顿 那就是用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来自于英特尔官网 因为我的电脑用的是英特尔的芯片 它可以看到CPU的功率 还有CPU的频率 温度还有占用率 最关键的是上面的功率和第二个频率 因为现在在录屏或多或少 会占用一些资源 如果是纯带机状态下 它的功率是三到五瓦 现在可能会高一点 纯带机的情况下 它这个频率 这个核心的平均频率 会在1.4到1.8G之间 因为现在在录屏 它的频率要比正常要高一些 在用触控板滑动的时候 我观察上面的那个频率 是在10瓦左右 10瓦可能多一点 频率是在2.4G到2.5G之间 换句话说 CPU用2.4G到2.5G的频率 10瓦的功耗 就可以让程序屋图标缩放的很流畅 当用鼠标的时候 上面的功耗会来到13瓦 比用触控板多了3瓦 下面的频率 会来到2.7G到2.8G之间 用USB有线鼠标 比用触控板 CPU的频率要高300MHz 也就是0.3G 那结论是什么呢 因为系统有bug 它导致了用USB有线鼠标 在操作界面的时候 会产生高负载 比触控板负载要高 因为我这个笔记本 它的CPU的热功耗设计是2.4G 这个2.4G的频率 不能完美的突破它这个bug 所以会导致卡顿 我看之前的评论 很多人没有发现这个bug 可能是他们电脑配置比较高 能够突破这个bug 或者这个bug 在他们那个电脑上不明显 因为我现在这个笔记本 是目前支持BIGSR操作系统 那个列表里的最末尾的一款机型 也就是最慢的一款机型 所以运行起来勉勉强强 如果加上bug 那就更吃力了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阿柴 我们下期再见